我突然吸倒了借肉扇 都是很奇特的角落出拳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格斗战线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带大家回顾了上个世纪 永春拳师首要征战日本顶级格斗擂台 却惨遭接连KO的比赛 大家不禁要问 电影中一个能打十个的永春拳 现实中真的如此不堪一击吗 2020年10月 一场永春对决泰拳的一种格斗对抗赛 在宝岛台湾拉开战 代表泰拳出战的蓝方选手谢佑胜 10年25岁 他曾经多次获得过台湾省泰拳冠军头衔 还曾征战过泰拳顶级赛事Max Mountain 且战绩不俗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力汉将 而代表永春出战的陈志华 则是一位小吃店的店长 此时已37岁高龄 几年前因受电影《夜问》的影响 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永春拳 后败在香港永春拳师杨永基门下 成为了夜系永春第三代传人 25岁职业泰拳手 对战37岁业余永春拳传人 双方选手单从纸面实力上看 差距悬殊 看到这里 大家以为又会出现泰拳秒杀永春这类场面时 这位永春传人的表现 却出乎了大家赛前的预料 比赛一开始 双方在报价上展现出了明显的 自身流派的风格和特点 永春选手率先用直线腿法试探对手 随后一个前手假动作 迷惑对手的同时 一个扫踢险些将对手摔倒 紧接着又是连续的两个冲拳 将对手击倒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缓过时莱德泰拳选手 加强了进攻节奏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拳腿对攻 在对攻中 永春选手始终在场面上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并使出了几次清晰的摔法 双方进入缠斗 让人开始缠斗是很强的 但是竟然被挺 右肾率先出拳 开始内围换拳 明显其拉拉 击动这方次数比较多 好 再一次扭倒在地 永春选手的表现 不禁让大家眼前一亮 让人一连串的攻击 不是被挡掉 截掉就是被闪掉 中间还一直被缓击 不过谢右舜真的是非常强 还能继续挡不停 最后十秒 剩下十秒的时候 其拉拉突然停住了动作 他应该是以为 那个抄木头的信号 是时间到了 好 那谢右舜继续抢攻 左高拳 右直拳 右砸走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泰拳选手明显加强了攻势 开局便使出一套精准的组合拳 将永春选手击倒 首先出右手重拳跟上 直接击倒了其拉拉 在随后的对攻中 永春拳手一度变得十分被动 也许是体能的下降 他再也无法打出 像第一回合中那种清晰有效的进攻 好 又剩气去追持 这一回合让人的命重力是大大提升 泰拳的威力是完全展现的 双方的残暴 最后是让人压过对方 直接进入其拉拉的半防御 场面被泰拳选手完全压制 然而这位年近四旬的永春传人 面对对手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始终没有选择放弃 并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 让人追上 试着地板拳增加伤害 好 那地板拳的部分 看起来效果有限 那裁判也介入了 让双方再一次的战棋 让人又是一进左高拳 右上切手击中 让人这一次是缓突 左右直拳 最后十秒 好 右拳 左勾 西装 都有效击中的战鬼其拉拉 最终两回合战霸 泰拳选手依靠点输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纵观全场 泳春选手虽然输掉比赛 但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泳春拳特点 和清晰有效的进攻 而我们熟悉的UFC选手 蜘蛛人安德森·西尔瓦 和夜魔托尼·福格森 也曾进行过泳春的训练 事实证明 泳春拳是具备一定实战能力的